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作词文字幕 与大人倒入 与大人灵营 达dd以来 の和曲 达尾亚有設定 达尾亚有設定 中期大伙伴 欧尾亚有採音 达尾亚有八人 に来到大人到尾 中期大人 达尾亚有所发展 达尾亚有所发展 有所发展 但是例如同事而言, 教育的教育的人 也就是在教育的教育中 教育人何代才教育的人 教育的人学生教育的人 教育的人学生教育的人 教育的人都在教育的人 教育的人都在教育的人 这是什么 人家人刚刚说的 人家在这里 然后 我真的真的选择 是7月2日 只要命名 低限制衡力 但是很多其次都影响 高峰率 同他人 之中 去 那些人 太阳率 高峰率 并且一致高峰率 直升 这就是老师 第一张 跌下能力 太阳率 靠下能力 我解释了一切要达每天一天 在乎那样,我看到许多勇 一直在乎,把我运动 在乎上,你也有了 我必须如果要不要太多 我我会先流这种 对我来说,不买 你也不用说话 我发现你 但是我看、我自己都在難免 在心中,他在家裏面 我會本身包子 都是像中央人 那些我會跟祖賀 有在家裏面 長得了 好,拳了 幹活 今天,你老公 我會跟祖賀 你會把祖賀 他们像發优优优独播 sociales 那他们说 还有 在 villages 那里 他们叫 海 lindo 后还是 två 습니까 说 你 接下來 這邊開始要講了 從 續自在放諸光芒 行持諸佛菩薩 身與意功德事業等 五種特質的立身事業 就像是普賢王如來齊悅文裡面會講到的 五種本來的智慧 獻起五方的佛陀 或者是五部的五種種性的佛陀 那麼這一切五方的智慧 它代表的就是佛的五智的功德 我們在冠點的時候總是會說 有五方佛的冠點一定會談到跟五種性的佛相關的 比方說在冠點的時候也都會觀想自己的頭頂上有寶冠 這個寶冠是由五部所組成的 就是它有五個部分代表五方佛 實際上戴上這個寶冠的意思就是 轉化我們的五種煩惱為本來五種智慧 認識到煩惱的本性為本來智慧 所以在所有的冠點當中一定會有這個部分 再來就是觀想這一切 觀想一切聖眾他們為我們冠點 透過我們的身體觀想 本尊生語言念誦 口裡念誦咒語 內心觀修菩提心 得以承辦自立法身的功德 剛剛前面的身口意的三種修持 使我們能夠成就自立法身 法身的聖者的境界 當我們承辦了自立法身的時候 就可以以佛身佛與佛意佛事業 跟佛功德等的特質來饒益有形眾生 當然前提就是先公佔法身的王位 公佔法身王位以後就可以用種種事業 來利益其他眾生 我們就擁有這樣的權力跟威能 接下來為了要得到這樣的權力跟威能 所以要得到五方佛的冠點 五方佛的冠點就觀想天眾他們手中持著淨水的寶瓶灌注在我們的身上 寶瓶水是從我們的頭頂進入到身體的 逐漸的充滿了整個身體 經過身體的四個脈輪 然後引滿全身 當寶瓶的甘露水灌注下來的時候 實際上它要代表的就是 就淨的甘露水它的意思就是沒有二元對立 沒有自它的分別 自它的分別心在就淨生意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這個就是真正的冠點水 真正的甘露 那這個甘露灌注下來以後 我們就觀想 聖的水從頭頂上溢出來 它在頭頂上成為阿彌陀佛 所以七十頁的第二行就講到 雨水溢出頭頂上上水提醒阿彌陀 在頭頂上觀想溢出來的水成為了布主阿彌陀佛 由於阿彌陀佛是蓮花布佛布的祖尊 而觀音也是屬於蓮花布的 所以觀想它的布主在頭上 有這麼一尊阿彌陀佛 那在自己的額頭 右耳後腦勺跟左耳 各別有五方佛的其他四個佛部的佛 在前額的部分是不動佛 在右耳是寶生佛 在後腦勺是皮魯爭那佛 在左耳的位置是不空成就佛 這五尊佛就成為自己頭頂上的莊嚴 主要的主尊則是屬於蓮花布的無量光佛 也就是阿彌陀佛 在後腦勺又成功 就好 我跟你做到 我跟他在是 小鱼 我跟他在 我跟他在 我跟他 他们都在沙撞了会儿 看起来 过去过 人们大概花了会儿 又有很多花花啊 啊 这 怎么会儿的 还要有那些人 就说了他们做什么 他们给他们 用头进去 这个都拿回家了 但是他们会很乖宝贝 仔像其中的東西 就像 authentic 也像 也行就像agua過的人 稍微十多部分 稍微的人 了解 就走了 曾經 楓 过来毙午两个月也要你的 就这位 没有这种学生 那个 push 很好的 这一刻在这一刻它们在这里面看过很多这种事情 我们在这两天想要做一个社区的事情 我们在这种文字中有点不知协谋的事情 我们在这种文字中有点不知华的事情 我们在这种文字中有点不知华的事情 我从来开始分开 这平时的 我们所居然不少 完全没有在那个地方 现在他们的 我们想要把衡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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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觉得 我们想要把衡留在 我们想要把衡留在 我们在跳回刚刚六十九页第二行第二句三处翁阿红岩事 就是在顶侯心三处以翁阿红三个宗旨制作为标记庄严的 也就是先是结了扎红棒后的手印了知自己作为实验尊跟智慧尊是无有差别的 之后在自己的顶侯心三处以翁阿红三字作封印 这三字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成就诸佛悲智力三种功德的种子 因为这个就像是花朵的种子一样最后能够绽放出花朵 所以它代表的是佛的三密功德的重要性 那么其中哄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要晓得为什么奥阿红这三字这么样的重要呢 因为一切智慧本尊它的种子就是奥阿红三字 就算有上义的本尊法门 这一切诸佛上义的诸佛本尊们 他们的身语意三密功德 完全就可以用奥阿红三字来做代表 怎么样代表呢 它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佛陀三生的种子 如何说三生种子呢 其实这是非常深奥的道理 也就是说不成熟跟成熟之间的差别 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是身口意 身口意的自信虽然是身体的自信是化身 语言的自信是报身 心意的自信是法身 可是在不成熟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彰显佛的三密功德 当它成熟了以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使它得以成熟以后自然的 就会回到它本来身口意的自信 也就是佛陀的身语意三密的本质 那我们现在这样的本质 其实是本来就含藏在我们的佛宗性如来藏当中的 如来藏的三个面相当中的 第一个体性空它代表的就是佛陀的法身 而自信明代表的就是佛陀的报身 真实的报身 而大悲周片的功德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的大悲的周片一切处的大悲 它的功德实际上就是佛的三生当中的化身 在升起次第当中 我们自观本尊的身实际上就是属于 这个本尊身相是属于 在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佛陀化身的层面的 那怎么样说它是化身的层面呢 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它是有违法的这个身 血肉之躯构成 血肉构成的身躯 所以是有违的身 那以菩提心作为连结作为中介 转我们有为的 有漏的身躯成为清净换身 成为本尊如同彩虹一般的清净换身 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战时是战时上来讲 可以转我们的不清净身为清净身 有这样子的功德 我们战时上是带有盖障染污的 是有遮障的 是有二元对立的 可是透过此心跟悲心的连结 所以我们转这个有盖障的心 为无盖障的报身 这时候就能够真正契入报身的功德 报身是佛陀色身的一种 那这个色身它是显空双运 显空无别的色身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色相 但是并没有实质性 它并不是血肉之躯 跟我们所讲的不清净的血肉之躯 有违法的身 是对立的 是不同的 它是超越有违法的 显空双运的身 它具有自卑力的功德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空的面向 本身报身的自信是空的 可是它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 它有了知一切法的实相 为何的智慧 它有如同母亲对待独子 爱戴众生的悲心 所以它有智跟悲的功德 而且它有能力了知一切 并且安置所有众生 到暂时人间善去跟长远 究竟解脱果位的救度的能力 所以它具有利的功德 因此如此具足 如此的报身 它是拥有悲智力三身功德的 同时显现又是本性空的 这样子的悲智力的三种面向的能力 它的寒藏的种子完全就是 现在就已经具足了 已经在我们的佛种心当中 它就在我们的如来藏本性当中了 而这样子的如来藏本性 它是以欧阿弘三字作为标志的 所以它说三处以欧阿弘作为延式 延式就是标志的意思 象征标志 比方说像我胸前的这个logo标志 下面的是月轮 中间的是日轮 上面的是哄字 这个月轮代表的是佛陀的化身 日轮代表佛陀的报身 哄字代表佛陀的法身 有些人认为这个标志 好像是我们子宫大具的法脉的标志 所以好像只有子宫大具可以使用 实际上并不是的 它是一切秘法 诸佛三秘功德的象征 所以整个世界 不管是哪一个密宗的宗派 都可以用这个来了解 诸佛三身的道理的 因为它代表的是 菩提心的不同的三个面向 也代表佛陀身的三种面向 就是用日轮、月轮跟哄字来做标志的 它实际上相应的就是 佛陀的欧阿弘三字的三秘功德 在那里面的中心里 我会认为是 这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讨论 你也认为是 那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讨论 那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讨论 就是这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讨论 那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论 这种生理的一切都要论 中国人就说是说,这都没有人 所以说给你一种还生了 是没有人和人的乳不一样 这亿都没有人 是这样的 之后,我们就得到没有人 这一年,我们要不要 这些人的乳不来 看到人最精患的乳不来 像極臭、小 seventy一百分多的 那这三个月说明了 太多了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的老狗 我认为我的老狗 我们的老狗 我们认为我的老狗 我们认为这种老狗 我们认为我的老狗 我们认为我的老狗 那你的家人在这儿呢 那你走到这儿呢 那你不得了 你不是的 你自己来说 我妈妈怎么做的 你说得 你自己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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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想要 你自己想要 因为是你妈妈 你自己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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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一步的说到众生 欧妈哄三字跟众生能够透过 透过熏修而成熟的道理是非常相关的 所谓的成熟跟不成熟要怎么样看待呢 以我们现在在众生的阶段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化身 就像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化身的诸姑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诸姑或者是化身的意思 它其实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 也是亲近跟不亲近的 什么叫做好的呢 好的层面讲的是说 当众生的心成熟了 它就真正展现出佛的功德 所以这个是化身 真正可以说是一切众生都是化身 另外一个是如果它的心不成熟 虽然它代表的是佛的化身 但是心不成熟的缘故 所以它仍然现出众生像 仍然在众生的轮回像当中打转 就像是我总是讲冰块它本体是水 可是它必须要融化才会回归到大海 不融化的话冰块就维持着冰块的状态 它是不是水 它仍然是水 但是它还是保持在冰块那个状态 因此即使是有盖杖的不亲近的众生 它也可以说是化身 因为化身本来就有亲近面向 跟不亲近面向两种 所以我们说佛的化身是映现在 亲近众生跟不亲近众生之前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 佛所要调伏的对象是一切有情众生 能够调伏众生者为一切片质的佛陀 所以众生代表是能够被调伏的一个对象 它有可以被调伏的潜力在那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能够被调伏的话 它也可以属于化身 只是它是暂时受到课程染污遮障的化身 而佛陀是完全不沾染课程染污遮障的化身 这个只是他们的差别 实际上能化者跟所化者在究竟来说是一样的 暂时被刻成染污遮障的众生 它也算是化身 只是这个化的意思 有虚假的意思在里面 在众生为的化身的这些友情 它是被刻成染污被烦恼所遮障的 所以它的化是指虚假 因为化现它就有一个不真实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在不成熟的情况之下 它是虚假的 它是虽然可以给它起一个化身的名字 可是它并非真实的化身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成熟呢 要晓得内在的五毒烦恼 它的自性为五种本来智慧 它跟外在世界的五大种是相连结的 如果说你不能够认识到五种烦恼的本来自性的话 那就像是结冰的状态 它是对于石像 对于水到底是什么 它是朦朦胧胧胧并不清楚的 那怎么样让它让不成熟的心的状态得以成熟呢 就是要透过身口意三门转化为三密的方法让它成熟 如何让不清净的身转化成为清净呢 就是透过本尊升起次第 观想身为本尊的禅修 而使身成就为佛陀化身 如何使不清净的语言转化成为清净的佛语的功德呢 就是透过咒语来使它转为清净的佛的报身的功德 如何使不清净的心意转化成为清净法身呢 清净的佛的功德呢 也就是透过菩提心的禅修 使心完全相细于完全成熟 这时候心的本性就是佛陀的法身 所以我们说灌领灌领是能令内心相续成熟的灌领 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佛陀化身 我们具足三生的种子 但是这个就像是花朵的种子 要让它绽放必须要有外力 要有其他的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之下 种子才会绽放才会发芽开花结果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成熟的心要以修持的方式 使它转化成为化身 虽然在不成熟的情况也可以说它是化身 但是毕竟要使它成熟 才能够展现出真实的 清净的佛三生的功德 为了要标志佛的三生 所以翁字代表佛的化身 阿字代表佛的报身 翁字代表佛的法身 这些道理都是互相呼应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认识 翁马阿翁以及三密的功德 是要这样子去理解的 而我就不了两天 但是我今日也想要放进入 因为我们在一家中的 一家都在去 我们这家中农官 现在又受到的 我已经能带走动了 因为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 也不能 那些 他在 下一個在我生活中 在底下地區 在東北聊天 在都說一些人 能被人家召集圈 就說 你說話說什麼 能被人家召集圈 能被人家召集圈 為了要能夠使我們認識到 方便跟智慧本來 成立的到本來雙運這件事情 他是一開始就成立的事實 也就是說外在的地水火風空無大宗 他的自信就是五方佛的佛母 我們自心的五種煩惱的自信就是 五種本來智慧 五種本來智慧的主宰就是 五方佛的佛父 為了讓我們通達這一點 所以在五方佛灌領的時候 一般在頭頂上的主尊是 毘魯真大佛 後腦勺的是無量光佛 我們就會結這個手印代表 自信成熟 自信成熟為 清淨的面目 也就是五方佛佛父佛母 代表的就是了解 佛父佛母 雙方便跟智慧本來雙運的意涵 我們結這個手印的時候 要通達的就是這個 在頭頂上是代表 毘魯真大佛 在額頭代表著不動佛 在右耳代表著 保身佛 後腦勺代表著 無量光佛 左耳代表著 不空成就佛 結這個手印的時候 實際上是要讓我們 了解到 外在五大種清淨自信 跟內心 五毒煩惱的清淨自信的 不空成就佛 這個手印就佛 在那邊 在那邊 這個手印就佛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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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了 。 就不用了 不是。 你不用了 。 三更小的老弟们都知道 在您的位置 贼上的状态。 estavam在心里 。 他們去百年被疼。 在家里。 在家里 家里比人家了。 在家裡 。 在家里 。 是,他說的是,金錢哎呀,對哦我的天啊 告訴他們他們有關的事 是,他們的叫做是,他們有一個人 是叫他們的叫他們,他們問他們 我是說他們是,他們有馬上就說是,他們叫他們 打抗了,他們叫他們叫他們 那是,叫他們叫他們叫他們 不叫他們叫他們 之後就是從七十一頁到七十二頁最後 這些就是獻供 獻供在自身本尊的觀想當中 因為自己是本尊的緣故 所以是由自信化現出供養來向自己做供養 這是自己向自己供養的觀想 如果是修自身本尊法的話是這個樣子的 在供養之後要做的是禮戰 禮戰文在七十三頁 一切諸佛即讚揚尊聖功德之符藏 這個符藏是寶庫的意思寶藏的意思 然後稱觀世因明其寢 這個是稱其鴻明觀世音可能比較準確 就是諸佛給他一個名號叫做觀世音 恆悲明者禮戰頌 這裡邊是讚頌觀世音的功德 也就是說三世一切諸佛是如何成就佛果的呢 他們是以此心跟悲心而成就佛果的 而悲心的本體是什麼 悲心的本性就是究竟的觀音 而這樣子的悲心本性 如果展現為男性本尊形象的話是大悲觀音 展現為女性本尊形象的話是至尊度母 或者是大波爾佛母 無論如何這些本尊它代表的都是此心跟悲心的功德 而一切諸佛都具有此心跟悲心的功德 這樣子的此心跟悲心是橫實觀照 橫實召見六道一切有情眾生的 對眾生橫實具有慈愛的 所以叫做橫悲明者 我們有一些是 我們從中凡悲的 我們一天有關事 我們怎麼這麼說 是我們到了阿弥陀罕 我們可以怎麼去到夢 來兄弟,在大葉裡面 你叫做橫悲的 在上面就這麼說 你叫做橫悲的 我最後是擲三天 我的事情是像大樹 我自己叫陽國 我來用頭的 在神秘中 神秘中就参加招待 神秘上的美国人 algumas传承了 神秘上的美国人就是一样 这将被招待在宗装中 我认为美国人家的神秘也会ながら 接下來在七十三頁的第二劇這邊有一個咒語加持念珠的咒語 如果你有使用念珠的話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咒語來加持念珠 接下來是自身心肩連樂上智慧薩獨自體性大悲觀音如寸大 如寸大指的是一寸大概就是大拇指第一個指節 那麼般大小就是要觀想智慧本尊的 智慧本尊就像是這麼一個大小 在他的心間有一個敘字是白色的敘字放出光芒 觀想這個白色的敘字放出光芒進出眾生的障礙 在七十四頁第二行這邊講到放光進出眾生障 成就大悲觀音神回集融入敘字中 也就是說在心間的智慧薩獨或者智慧本尊 他大小只有大拇指第一個指節那麼大 在他的心坎有一個很小的白色的敘字放出光芒 透過這個光芒照射到有情眾生之後 就是所有眾生的如同冰塊一般僵硬的我之心就被破除掉 那麼當冰塊溶解他就會回歸到水體回歸到大海的本性當中 所以當眾生的我之都受到大悲觀音的光芒照射而破除之後 眾生就全部成為大悲觀音做這樣的的觀想 自覆隱産地在開設中 自覆隱産地山的 times 集合的 força神明有些人ài漫走的 自覆隱産地是一座以來作為的 自覆隱産地做回來的 類似熟悄的 自覆隱産地的 自覆隱産地某大泳 大許啟口 貴康有而且 自覆隱産地的 在搖隱産地區 但大家都在法uous的一些迫向 發生的障礙 也有個朋友 他沒有犯理 他沒有犯罪 他在有制製製製製製造就 他在說什麼 他沒有犯罪 他也沒有犯罪 大和福祉教牙 朕尼西 二十多年 我以为是特朗语,我以为是特朗语。 我以为是特朗语,我以为是特朗语。 接下来到了七十五页就是要念诵长咒。 长咒可以伴随着不同的音乐。 现在也做出了很多的专辑, 都是关于大悲咒的专辑,我也拿到不少的版本。 当然有的人他们非常精通音韵,对于配乐非常有心得。 这些人他们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制作出这样子的录音的专辑, 我也得到了这些。 其中经过几次的比对以后, 我觉得贾州仁波切他所做的版本可能是比较适合,也是比较标准的。 无论如何就是透过音乐的伴奏,去做唱诵,念诵大悲咒。 之后到了七十七页,念诵百字明。 这个百字明是On Bema Stato Samaya的开头,也就是莲花布的百字明咒。 念完莲花布的百字明咒之后,到了七十九页这边要开始做对身本尊的观想。 对身本尊的观想跟前面自身本尊的观想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个身体次第的内涵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是自身本尊, 然后对身在对方虚空当中有一个对身本尊谈成。 观想的过程跟细节都是相同的, 只是两者是相对如此做观想的。 所沉悲乐采访ör的说明你当μ寓的色情织会是你总相同的。 未曾在哪怕 一步就 ether了 他能推�仲可以 我不能推延 不然是好好失识 不放死 回雪 這就能夠做法,加上他管制的依然,這就能夠做法。 再來翻到八十六頁,這邊有提到雨水上億成主尊阿彌陀佛及四佛,各自部主成鼎炎。 這一段的觀想跟前面我們講自身本尊的五部佛進行灌頂是類似的。 一般我們在觀想頭頂上有五尊佛作為鼎炎的時候,最中央頭頂上正對的通常是大日如來,就是毘魯真阿佛。 這邊因為是蓮華布的緣故,所以這邊說各自部主成鼎炎,指的就是鼎炎頭頂上是蓮華布的阿彌陀佛跟前面所講的是一樣的。 如果平常是阿彌陀佛是在後腦勺的,然後頭頂上是大日如來,那這邊是因為不共的緣故。 不共屬於蓮華布所獨有的緣故。 所以蓮華布的主尊在頭頂上,那麼本來在頭頂上的阿彌陀佛就到了後腦勺去。 這是比較特別的觀想。 我希望是在頭頂上的語氣。 中國有的關系統頂上的四星級的文化, 他將在短影中的採訪時間給予的, 當他們會知道我們要就創造 certain的程度, 但是在高中、大陀佛的正在途中, 我們是把今天創造了多少 接下來87夜到88夜的第二行都是供養 即盡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進行宣供 再來88夜的第二行 千首吉一千轉倫聖王千言吉士 賢節千聖佛隨緣條玉 這條玉是條弗的意思 觀積與教導 尊者觀音菩薩頂禮戰 它的意思就是 讚頌觀世音菩薩在供養之後要進行讚頌 讚頌的方式是 宣說觀世音菩薩在六道當中 以隨類調伏的方式 按照眾生的不同的根基 觀積鬥教 這樣子的方法來引領眾生 來為眾生做開示 演說教法 饒益眾生 這樣子的尊者是觀世音菩薩在此對他做了一讚 那些人在家裡有事 那些人有事 在家裡有事 土中有所謂的方式 在日本有事 有所謂的方式 意思是左上哋力 手梗凈 Hajhe 就是左我 scriptures以右听一句話 右側啊 左 Plant膠杂 左icos來 左下 左採讨 左下 我有一些均衡嘛 成 inspirational就是 就算了一天就吃東西… 進個當初也 helps細節 到最後 吃東西啊 到那方說έλ visitapan ode 雖然是用出一款 那些人でしょう 所以靡岛藏和尋找到他的 同时您功夫是在 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开关 即中国人手冲下的 我所說,我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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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八十九頁的禮戰文 在第一行的第二句 法聲雖如虛空無二別,色聲則如彩虹,各自現精通書聖智智慧善巧,景象無不善事盡頂禮戰 這邊是透過佛陀三身的功德來讚頌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讚頌,它揭示了見解 也就是說佛陀法聲的境界是猶如虛空的,超越一跟多的差別 它是非二的,它是不二的,它是唯一的,就是究竟見地猶如虛空 再來呢,佛的心是,佛的心的功德是明的功德 這個明的功德呢,是如同彩虹一般的報聲 也就是說一切諸佛的心的本性都是明空雙運的 然後空的那個層面稱為法聲 那有一個明了心的本性為法聲的那個了別性 朗朗的那個了別性 就是佛陀的明的功德 就是佛陀報聲的層面 而這樣子的了別性對於不懂不能夠解悟此理的眾生 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大悲心 這個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大悲的功德 就是佛陀的化聲 所以我們用語錄,用降語來譬喻佛陀化聲的功德 所以才有所謂的猶如虛空的法聲,猶如彩虹的報聲 跟猶如降語的報聲 它說明的是佛陀空的法聲的功德 明的報聲功德 跟自然的大悲的化聲功德 所以這個禮戰文是從佛陀的三聲去做禮戰的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個適年來看到一切,在這些年代第一個 適應為是在這一個領事导致 實力的結束,我們也是在這一個領事导致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領事导致 而且在一些課程中的長期 就是中国远到中国拔打 Viktor 曾经有一个文化的文化 今天想起来你这个世面是想起来的 但你会说这些语言 这些语言是在这些语言上的语言 是神语言是语言亚语言 我说的当时的语言是语言 什么语言 现在是语言上的语言 但我语言上语言正语言 在趣的月份都是 crab recognizes,拼 commands都是讓五十人直到誰 都沒有affle eu,這是甚麼意思? 中共真是借不明 علي您的動畫 所以,媽媽從頭到 fremian來說 當然,媽媽從頭到 böyle winner不選擇 女人們和他都在考慮 但是,爸爸 не Alexis loca起 我的经文是, 按照反转的讨论owaikian 每一个讨论ック商引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说文字上帽,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情報空间的讨论,哪有这些讨论 可以知及其他讨论秩序 无数借论秩序的 code 只是叫自rans论的功 diret 就是讨论的人 就是因为 count力辽长 estamos拍 bear 就是这样,说过了长洞 就是交刊的通照 拜拜 剪刀後 但是 飞到 出口 錀 τά 到 桃 延着 捉elected 若 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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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摂 白 端 道路法上 然後我們會地托 倘地托 這個寬佛 Architect 這種寬佛的這樣 錢也是不是 他們就有了 chatting到這邊 廢話說 不說 Die廢話說 他就有了 你自己的 他叫 再说黑手 都懂得 你 那 那 你想 安 那 答 答 答 connot 算 在咱们自己掌握的方法 在咱们拍摄啊 人间要无不得 信任何人运行 日本人运行 为何要看清实的 真是自在 那么我感觉 跃地体并非 现在说的 这个不对 他人家的事都不得了,他人家的事都不得了,他人家的事都不得了。 這怎麼會有的? 在剛剛八十九月的第二行講到精通殊聖智慧及善巧, 就是它擁有方便善巧的意思, 這個是從佛陀化身的功德來贊送觀音的,或者贊送諸佛的功德, 也就是由智慧而生出種種度生的方便, 度化眾生的方便是從智慧作為前提而展開的, 在六道之中都有各種佛陀的化身來饒益友情眾生, 他們以智慧為前提而以方便作為手段, 比方說功巧化身,殊生化身,種種化身, 壽生化身等等,這些佛陀的化身在六道當中 以各種不同親近與不親近的形象來饒益友情眾生, 它實際上彰顯的是我們內在的五大種自信就是佛的自信, 外在五大種就是佛母的自信, 這兩者是有關聯的,身心是相連的,身心是有關的, 就像是在實倫教法當中提到所謂的外實倫、內實倫跟別實倫, 外實倫指的就是看待外在氣勢間是本自清淨的面貌, 就是外實倫,內實倫指的是自己的心本性是清淨的, 與外在的實倫是相應的,就是心的清淨, 再來別實倫就是他方世界清淨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了解到自信清淨所處國土清淨, 那麼也能夠成就一切清淨差土,這個就是別實倫, 那麼我們在秘法的功德方面常常會講到劇足諸多善巧方便, 而不帶勤勞,就是不需要種種苦行, 而有方便多門的方式來調伏有情眾生, 密法或者是諸佛調伏眾生的方式, 以化身而調伏的方式是有各式各樣的方法的, 比方說對於懂得佛法的人,就是以說法而調伏, 對於不懂佛法,完全不願意接觸佛法, 沒有信心的眾生,他也有讓他能夠種下解脫種子, 見次成佛的方便,比方說有見極解脫,文極解脫, 長極解脫,佩戴解脫等等,這些方法, 就是不管對方有沒有信心,凡是能夠長下這個長極解脫, 或者見到見極解脫,接觸了處極解脫, 或者聽聞到文極解脫的這些法門的話, 在內心當中就已經種下了將來成佛的不退轉種子, 這個不退轉種子在生生世世都會與眾生長相伴隨, 雖然他不會馬上的成熟,也就是說他並不會因為見解脫, 文解脫、長解脫跟佩戴解脫而立即的成佛, 但是那個種子已經種下了,這個就是所謂的善小方便, 這個方便是來自於諸佛的智慧的,是由諸佛菩薩過去在學道為願力成就所成的, 所以我們要觀清淨觀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永遠不曉得諸佛他以什麼樣的形象印化在何處,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諸佛有可能以清淨相而應是, 有可能以不清淨相而應是, 我們要皈依的諸佛是普遍的皈依, 而不是偏面的皈依, 所以不管是清淨相也好,不清淨相也好, 都是應該要皈依的對勁, 我們不應該因為自己主張看到不清淨相, 就認為他是不清淨的,他是錯誤的,他是迷亂的, 這樣子是顯示我們自己心是迷亂而已, 並沒有任何的好處的, 我們要跳脫出對事物的持有的執著, 對他有相的執著, 唯有透過清淨見才能夠達成, 讓我們清淨見越多只有讓自己心越加的開闊, 讓自己能夠蒙受利益而已, 如果你能夠擁有清淨見的話, 自己自然的就能夠從相的執著, 跟持有的執著當中解脫出來, 與此相反,如果你看什麼都是不清淨的, 只會增加自己的不安全感, 不定感而已, 只會讓自己的我值更加強大, 更加嚴重, 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而相反的, 觀清淨心就會讓自己的心越來越開闊, 越來越能夠走向解脫, 所以觀清淨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用清淨心來看一切的佛化身, 我們要用清淨心來看一切的佛化身, 感恩臨心的佛化身, 恩來問天啊, 深 Gegen反暗靜心的佛化身, 恩來問天啊, проис外千年佛化身, 恩來問天啊, 額天啊, 恩來問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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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來問天啊! 恩來問天啊, 恩來問天啊!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12311次 小神通月 公德日 善恶行 呈十亿倍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护生纪蒙山诗时 恭请慧泰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神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选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互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夜 基金会 南投分会 举办 公颂 佛说 四十二章经 佛前大贡 点灯 贡水 护生 即甘露 诗时 日期11月27日 星期日 时间 上午8点 开始前行 下午2点 公颂 药诗经 恭请 战山法师 主法领众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 草屯镇 中正路 254-86-5号 洽询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法会备有免费 消灾操建 请事先报名参加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互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小羊残刀救母 在辽宁大连市 有一个马兰村 那里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羊肉馆 可是这家羊肉馆 却突然关门歇业 这让许多老不可 非常不能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这家店 还看得好好的 怎么就关门了 是啊 这家店的生意 一直很好 怎么突然关门了 我可是一直喜欢 到这里喝羊汤的 该不会是店老板家里 有什么事吧 有可能 今天特意来喝羊汤的 没想到空跑了一趟 以后你们不必来这家店 喝羊汤了 这家羊汤馆的老板 改行了 改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 他家羊肉馆开得好好的 怎么想改行了 这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大概半个月前 羊肉馆的赵老板 从一农户家里 买了一大一小两只羊 羊我买回来了 赶紧准备一下 等一下就把这只大羊杀了 好啊 嘿 这只羊可够肥啊 当然了 很胖的 老板 你回店里休息一下 我杀就行了 好的 那个火技放下刀 转身进屋拿盆子 准备接羊血 可是等他把盆拿出来 却怎么也找不到刀了 啊 奇怪 我的刀呢 我记着明明是放在这里的呀 啊 老板老板 你快出来看 怎么了 大声小声的 老板老板 你看 这只羊 它流眼泪了 啊 卖羊的人曾说过 这大羊是小羊的母亲 看此情形 应该是这两只羊 直到死期将至 再到临别吧 我出来后 发现刀不见了 找到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这只大羊 正在流泪 你把这只小羊 牵走吧 免得让它看到 大羊被宰杀 好吧 啊 我的刀怎么跑到这了 啊 难道是这只小羊 为了阻止妈妈被杀 而将刀藏在身底下的 我也这样觉得 赵老板以前也曾听说过 牛 马等牲畜 在被杀前流泪的事情 但开羊肉馆 已经开了五年多了 他却是第一次 亲眼目睹这种事 赵老板犹豫再三 他是一伙计 留着两只羊 一条生物 几天过去了 羊母子流泪惜别的情景 总不时出现在赵老板的眼前 让他心里难安 赵老板经过几天的思考 最后决定关掉羊肉馆 不再从事这个行业 众生皆有亲情 不止人类才有 小羊的藏刀旧母 不只表现出亲情的伟大 也警示了世人 不可因一时的口谕 让有情众生 沦为刀下亡魂 骨肉分离 进而要学习戒杀放生 爱护动物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沦波尔摩赫萨 摩赫萨 b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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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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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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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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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就是这样 这里就是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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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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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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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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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